- 本來剛剛包尼是想出來抓一下金屬怪 結果旁邊就出現了一隻尤雷姆 該不該抓呢? 可是我們大獅球只剩下一顆了 啊算了啦! 尤雷姆不抓怎麼可以? 你要一直走啊 到底要不要花我的大獅球? 抓還是不抓? 啊好猶豫啊 剩下最後一顆 不行 尤雷姆看到了就是要抓絕對不能放過他 還是說我們可以先試試看仙機球 說不定仙機球一顆就中 我丟仙機球 再抽 啊 欸就不能讓我歐洲一次嗎? 永遠都只能當個非洲人嗎? 來 再一顆 再一顆仙機球 有沒有用呢? 應該第一回合用是最好的 啊 果然不行 跑跑 再來 我們試試看用仙機球丟到中為止 再一顆仙機球 我真的不想浪費我的大獅球啊 啊 丟出來 欸我終於這樣逃走了還給我連打兩下 倒數三顆 就近一下 血細膩 倒數第二顆 喔呦 最後一次了 我就必須要浪費一顆大獅球抓他了 仙機球 最後一顆了 啊 又出來了 好吧 算了 我能說什麼呢 大獅球 用仙機球抓神獸什麼的 我真的再也不敢想好不好 對不起對不起 但是邦尼太自不量力了 以為自己可以用仙機球抓到神獸 我真的是大笨蛋 嗨 邦尼 軍殺我呢 還是有一些話必須要跟你說一下 做人呢 就是要任命 不要想著哪天可以變成歐洲人 那是不可能的 清醒一點吧 但作為你的人生導師 我還是必須要鼓勵你 不要放棄希望呀 日子呢 還是要過 任務呢 也是要做啊 好好的加油吧 掰掰囉 邦尼覺得有這種軍殺小姐陪伴呢 真的是太棒了呢 在告訴你任命的同時 還要你不要放棄希望 這根本就是要我精神分裂的前奏好嗎 軍殺小姐 真的是謝謝你喔 我會好好努力的 就算我只是個非洲人 我還是有權力嚮往的成為歐洲人好嗎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每日任務吧 1 集滿冷獵豬並召喚急凍鳥 2 收服急凍鳥 我們今天要去收服急凍鳥 可是邦尼身上已經沒有大獅球了 不管 邦尼等一下 一定要再去刷一個大獅球出來 不然這個急凍鳥肯定是抓不到 居民的委託 委託人風雪 任務 收服魅力喵 改名成阿布 獎勵 神奇堂鼓五顆 PS軍殺小姐 好啦 今天的任務呢 感覺應該是會花蠻長的一段時間的 想要抓到急凍鳥呢 我們就必須要先把我們的忍獵桌給充能好 那現在我們先去博物館 看能不能再抽到一個大獅球 不然邦尼真的又必須要去挖鑽石抽了 現在沒有大獅球在身上 真的是一點安全感都沒有耶 走吧 先來去我們的圖書館 來抽吧 邦尼現在身上呢 有八顆鑽石 我們可以抽四次 這四次一定要中一顆 第一抽 承重球 用承重球幹嘛 第二抽 完了 補網球 第三抽 大獅球 第四抽 貴重球 今天還是很衰 可惡 好啦 既然我們現在身上呢 已經有一顆大獅球了 我們現在先專注的呢 去把我們的忍獵豬給充能好 直接出發 看到哪隻寶可夢呢 直接打 只要打贏寶可夢 我們的忍獵豬呢 就會一直充能 直到整顆變成藍色的呢 就是充能好的狀態了 那順便在充能的期間呢 我們也可以順便尋找一下魅力喵 把他抓起來改名成阿布 讓我們在minecraft這個世界呢 也有阿布陪伴我們 好 那我們就直接出發吧 誒 這隻酷爆 雖然跟魅力喵沒有關係 不過他也是貓科的耶 好像也可以用來取名叫阿布喔 我想都是貓科的應該沒有關係吧 沒關係我們先把他抓起來吧 我們直接來丟一顆等級球 能不能抓到呢 啊 抓到了 如果說一直沒有遇到魅力喵的話 我覺得其實這一隻酷爆也是可以的啦 都是貓科動物 我想應該沒有差很多吧 好 邦尼已經打了好一陣子了 我們的忍獵豬呢 才充能這麼一點點 完全感覺不出有任何變化 不過他下面綠色的條呢 是有慢慢的往下減少 我想這應該是有增加的意思吧 另外呢 好像要打贏300多隻的寶可夢 才能完全充能滿 天啊 看來我們必須還要打很久很久 才能去收服我們的激動鳥 那我們就繼續打吧 那一隻是什麼啊 黑黑的 這隻不會是那一隻吧 傑克羅姆 欸 不要鬧囉 他居然還寄來打我 怎麼辦 要抓嗎 不行 我的大師球要給我的激動鳥 激動鳥再去蒐集鑽石就可以換到了 可是傑克羅姆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啊 我該怎麼辦 讓我思考一下 啊 好猶豫喔 不行 我覺得機會難得 有遇到了就一定要抓 這可不是天天在過年耶 天天就可以遇到 可是大師球是這麼一顆 我該怎麼辦 好啦 就決定抓了 我們等一下呢 要去收服激動鳥之前 我們先去挖鑽石 去抽大師球之後 再去召喚我們的激動鳥 不行 我覺得這個傑克羅姆 絕對不能放過 抓到了 而且我們的寶可夢圖鑑還20%了耶 這怎麼回事 邦尼只不過是出來打個寶可夢 居然遇到了球雷姆跟傑克羅姆 這個是在尼補我今天非洲人的傷痛嗎 哇 打了這麼久 終於讓我們遇到一隻魅力喵了 這隻平常不是很常見嗎 怎麼今天我珠子都快充滿了 才看到這麼一隻啊 那就直接來把它抓起來吧 那看來酷爆就不需要了 我們已經遇到我們的魅力喵了 直接用我們的等級球抓吧 魅力喵應該不會太難抓吧 頂來吧 欸 抓到了 魅力喵 我們來把它拿出來 改名字應該是要在這裡吧 在圖片這邊按右鍵有一個 重新命名 阿布 好啦 其實魅力喵真的長得又是像阿布耶 粉粉紅紅的 然後又灰色的貓咪 好可愛喔 然後我們現在呢 寒獵豬已經快要充滿了 現在只要再打14隻寶可夢 就可以把這顆寒獵豬整個充滿 來吧 最後的14隻 拜託 快點讓我打完吧 打了這300多隻 我都快要失智了 好啦 邦尼已經把一整顆寒獵豬 全部都充能完畢啦 真的是太棒了 300多隻耶 真的打了超久 之後還有火焰鳥 還有閃電鳥的又充能 噢我的天啊 想要這一點我頭卻好痛喔 好 那現在 因為我們剛剛把我們最後一顆大獅球 獻給了我們的捷克羅姆 所以我們現在呢 要先去挖一下鑽石 確保一下身上有大獅球 去抓我們的激動鳥 好啦 邦尼現在呢 已經把身上所有東西都整理好了 也額外呢 再多做了很多很多的仙蹟球 等等 不只用大獅球 我們也可以先用仙蹟球丟看看 那另外呢 邦尼已經去領好獎勵啦 這一次呢 是指定獎勵 神奇糖果5顆 那現在呢 邦尼身上總共有8顆糖果 之後 可以拿來升等我們的寶可夢 那我們現在呢 就直接出放到圖書館 看看 這21顆 到底可以衝到幾顆大獅球吧 好了 我又來抽了 拜託 至少給我3顆吧 3顆很過分嗎 第一抽 仙蹟球 還行 仙蹟球我很喜歡 第二抽 補網球不要再來啦 補網球能幹嘛 第三抽 完了 沉重球 第四抽 貴重球 不好吧 你這樣 第五抽 啊 有了一顆大獅球 才一顆而已 五顆中一顆 超衰的耶 連中連中 兩顆兩顆了 再來 我已經忘記這是幾抽了 不過又中一顆了 我們剩下7顆鑽石 可以了 我們現在呢 就去召喚我們的極動鳥 直接把它收服起來吧 找到了找到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我們極動鳥的祭壇 馬上就找到了耶 好啦 我們辛苦了這麼久 打了這麼多寶可夢 就是為了這麼一顆 來 直接放進去吧 有啦 極動鳥 我們的三神鳥呢 終於獲得了其中一隻 極動鳥 在丟我們大獅球之前呢 丟個仙蹟球看看吧 仙蹟球 我的籃是相信你的啊 你一定是有用處的 好吧 算了 但我沒說 無法再幫你手上發揮作用的球 這叫做寶貝球 來吧 大獅球喔 我最愛大獅球了 極動鳥舒服啦 太棒了 我有極動鳥了 真的是太開心了 幫你玩了寶可夢這麼久 感覺重點又有一點像樣了 那現在呢 我們的任務都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就先回到尼比士 做一下我們最後的總結吧 把極動鳥放出來 好大隻喔 我沒有想過原來極動鳥這麼大隻耶 其他他身上好可愛喔 哇 他的翅膀好漂亮喔 飛起來整個超有感的耶 在空中遨憂的感覺 真好 我覺得這次抓到利空坐之後 最讓我開心的一件事情了 極動鳥真的超美的啦 好啦 那我們這集寶可夢呢 就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幫你影片呢 請記得訂閱幫你頻道 跟隨吧你的動態 那如果你喜歡這些呢 記得幫我在右下角按讚 讓我知道你們喜歡這個系列 那如果還想要幫你完成什麼任務的呢 可以留言在下面 幫你會挑選呢 那比較適合的來到我們之後的美日任務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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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